你必须明白了 这接下来的系列 我会用圣经做一个欺验 为什么这样呢 我会不能 能不能引用其他的书呢 为什么要用你引用其他的书呢 眼睛在那里我们来看 圣经啊 里面整本圣经 大概有100 1800多个译言 就是占了 整本圣经的27% OK 如果你经过整理呢 去掉重复的那个事件呢 你会发现到 有重大的 就是有独立的事件 总共有737个事件 讲预言的 预言的 然后 然后这个737个预言里面 有590个预言是重大的 是很重要的 然后 根据神学家兼物理学家 这个成熙真博士研究啊 这个590个重大的预言啊 事件的预言里面啊 已经是570个 已经引验了了 现在 剩下圣经的 还没有引验的 只有剩下20件的事情 还没有引验 或者 连不得讲还没有引验 是或者正在引验当中 所以我可以挑战你 你把全世界有本预言的书 总合起来 加起来 都没有像圣经这么高的 引验率 这不是我讲 很多人都在讲了 你把全世界有本预言的书 加在一起 我最后 引验 都没有圣经的 引验率那么高 高达90%以上的 你一连都引验了 给